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政府将加强对牛车水的人流管控 其中包括部署更多安全距离大使和执法人员 确保人们遵守安全管理措施 旅游局文告指出 除了在下来几个周末部署更多安全距离大使和执法人员之外 当局正同牛车水商联会和相关的政府机构合作 要求在新桥路、丁加努街等地点做生意的商家和餐饮业者 不要将经营范围延伸到人行道上 因为浙江可能让公众难以保持安全距离 旅游局也会和相关政府机构合作 必要时关闭位于新桥路通往宝塔街的人行道入口处 限制牛车水地铁站A出口的人流 以及禁止车辆在灯泊街通车 当局也鼓励公众提早规划到牛车水的行程 并选择在非繁忙时段前往牛车水 留下着 我希望你能继续拍摄 他的嘴巴 人敏 他的嘴巴 人敏 是